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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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海外开批市场拯救衰弱的家族命运 刚成为彼此最熟悉的人 却立马又要遭受前途未知的离别 严心有不舍 离别的那一刻 他问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 他拒绝了于美妍 但向于美妍保证 一旦那边时也有了起色 就回来 没想到 这一句承诺 也随后飘散在空中 不了了之 没有丈夫的家总是孤零零 行单引火 一开始 他还会读书排遣时光 然而寂寞中就难以遣散 那曾经被勾起的欲念几时说灭就灭 青春正好的年轻 谁想就此消磨在无尽的等待与百无聊赖中 孤独无聊的生活里 也和婆婆有了一点小下戏 这日子终究是过不下去了 他孤身一人跑去了广州 被称为于美妍偷海铅 一座的于美妍对待男子锦囊 封面不恪守抚导 还有坐牢的不光彩记录 唐家要求立刻解除婚约 而父亲那边 因为一直劝说不动于美妍 并且于美妍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 给家族增添了不光彩的记录 为了维护家族生育 父亲选择和他彻底断绝妇女关系 重看亲礼 于是彻底放浪行 还被亲人和爱人抛弃 走投无路的于美妍 于是彻底放开了自我 之前不敢尝试的 全放开了是 他和社会上的男人泛滥的交往 他开始打扮的眼力夸少 口上戴住大花 就像那个年代初入歌舞厅的小姐们一样 由于他生的美貌 性格也颇辣大方 所以 他结交了各类公子哥们 他让他们给自己花钱 他陪他们跳舞 得到一些小费 和彻底的妓女不同 于美妍不屑于去计刃廉价的出卖色相 他遇到可心的男人 就陪她过夜 而遇到不喜欢的 无论多么的有钱 他也不会和她过夜 他被当时的人称作是其女子 或许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更多大概是嘲笑与讥讽 谁能接受一个与无数男人风流的女人 这朵交际花也频繁出现在当时报刊杂志上的头条 虽然沦为封城女子 却也偶尔会有对他倾心的附加子弟 这其中 就有一位官二代 当时他觉得再也不会有人真心爱自己了 而这位官二代却似乎对于美妍的过往并不在意 潇洒替躺的他 从第一眼看到于美妍开始 就爱上了他 于美妍以为又是一个轻浮的子弟 最初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 这位官二代坠住了秦王 他不仅被于美妍送钱送鲜花 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和他结婚 他相信了 然而 当官二代的堂兄听说自己的兄弟要娶的竟然是一个这样的女人 立刻出面阻止 并且告诉了官二代的父亲 这位父亲大人立刻派人把自己的儿子拘禁起来 并且要求于美妍归孩儿子为他花掉的两万元钱 陷入秦王的于美妍天真的以为筹集好了二万元 两人就真的能在一起 于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来 筹做好了钱 当他拿住钱交给官二代父亲之后 他竟然要按照吐昌的罪名 把她归案 至此 他对爱情最后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 时间真的有真爱吗 倘若有 又为何永远与他背道而驰 其余子绝照 杨奈梅是演的于美妍爱或不爱 洪尘就在那里 后来 他选择坐住佛门 然而 佛门清静之意也斩断不了他的情思 最终被佛家扫的出门 或许你以为这就是结局 其实不是 他后来斩转于美国和欧洲 想要浪迹天涯 有一次竟然在此遇见了曾经的丈夫唐公子 但由于那时候他的风流世纪谈性公子早已有所耳闻 自然是拒绝与他复合 就像被嫌弃的松子一生一样 他好像是被所有人抛弃 兜兜转转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心安之处 最终选择了自杀 曾经有无数人向他取论 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 这辈子都不分开 可到最后 还是避免不了截然一身